就是要默默的打開啊 剛剛都講過了 所以線上的歌手也會在你們這邊開台嗎 會 也有 也有 對 但比例上會少一點因為 劉德華 哈哈哈 那Street Voice上面有 中國或中國大陸 或大陸或內地 或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哈哈哈 你把所有可能性都講過一遍了嗎 對 大家自己開心可以選 又不自己喜歡的喔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賈文青湘談師 我是德仔 今天這集節目裡面呢 我們為大家邀請到的 就是獨立音樂教父小樹哥 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樹 德仔好 是 教父這件事你栽贓我了 欸 是 這個教父級的 就是講到搖滾樂 欸 是搖滾樂嗎 就想到李宗盛 然後講到教 這個獨立音樂就會想到小樹 這樣 你是這樣看待的嗎 真的啊 我其實很心虛耶 老實說 怎麼會 對 我不知道 至少對我來講 我接收到所有現在有關獨立音樂的消息 都是從你的臉書上來的 好 那我就暫時在這一段節目裡頭 接收這個頭銜 是 因為小樹是3VOICE 音樂頻道的總監 那其實他們 你們不只做一個網路的平台而已 所以你們還有這個 簡單生活節也是你們做的 對 講得時髦一點 我們就是虛實整合 你們有電視節目 我們有電視節目 我們有電視節目 有網路平台 有音樂節 有Live House 所以現在在台灣呢 如果任何人想要做獨立音樂 都必須要透過小樹 這樣必須要透過我們 好像我們壟斷了什麼事 其實沒有 就是你當然可以不透過小樹 但是你不透過就不會紅 大概是這樣 所以小樹其實是有很多的身份 那也是廣播人 是 一直都有節目 現在還是有 現在是在中 現在在飛碟 在飛碟啦 那這次在做功課的過程裡面呢 我才赫然發現 我對於小樹在 比如說你開始做3VOICE之前的 你是完全沒有任何概念的耶 真的嗎 對 你到底原來是做什麼的 因為 對不起我再多加一句 因為一開始呢 在廣播圈聽到小樹這個名字 都會以為是 亞洲電台的小樹 是 到現在還是有這個困擾 對 但他真的比我早出道 有個前輩 對 其實是很老的前輩 不是很老 對不起 你完蛋了 怎麼樣 我又不認識他 很資深的前輩 真的是在我做廣播之前 他就很有名了 對 沒錯 但後來才知道原來不是 所以你原來到底是做什麼 其實我一直都在做廣播 我是飛碟電台的第一批員工 但那時候我學的 你黑的太大聲吧 那可是你在飛碟呆了多久 半年 才半年的時間 後來我就去了Channel B了 那你是後來是 什麼機緣開始變成 就是開始做 Street Voice 你算是發起人嗎 我不算 我其實就是一個 是領薪水的員工 應該這樣講的 就是我覺得我的老闆 張蘭迪先生 就是簡單生活節的發起人 然後以前是滾石的高層 那他因為 對這個原創音樂這件事情 一直有極大的熱情 所以他創了這個品牌 然後他給我看了那個 簡單生活節規劃的時候 我覺得 這樣講好像在發起我老闆 就是那個規劃實在太迷人了 第一次你看到那個音樂節的時候 哇 然後 但那時候已經有了 簡單講 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第一節已經有了 然後第二節準備要開始弄 可是你看到那個規劃就 哇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老闆給了非常多空間 就是包括 老闆說 我們來做個新團的活動吧 然後我就講說大團 我們就開始做建政大團這個活動 結果他給了很多方向 我們就把它實現 然後 所以現在這些東西幾乎都沾上了 我的意志跟影子 但是後來 你剛剛講 接下來就是建政大團 對 那建政大團當然就是純音樂的 是 那就是獨立樂團 其實 他一開始的確是獨立樂團 但是我們也希望把 獨立創作人 他未必是一個團的形式的人也擺盡而已 我們現在講的 Street Boy是那個網路平台的概念 所以在簡單生活節的時候 其實這個網路平台就已經存在了 是 這個 Street Boy的平台 更早於這些事情 我想問的就是獨立音樂的定義到底 什麼叫做獨立音樂 是 當每個人 如果你有創作慾望的時候 在那個初期的時候 應該都是獨立狀態 不管任何人 但現在啦 我覺得現在因為有獨立跟主流的分別 特別是 現在就算你是一個獨立創作者 可是這個獨立經常只是因為你還沒有錢 或者是你沒有合約而已 所以你的獨立與否的判斷標準是以他的動機是 單純的創作還是有目的性的創作 作為判斷 我們的標準其實更簡單一點 只要他 我們覺得他是好的 比方說張璇 或者後來我們稱的姜恩浦 他當時的唱片是在Sony發行 是 好 就發行資格來說 他是一個主流公司的創作者 是 就創作精神來說 應該很少有人比他更獨立了 是 所以怎麼界定這個人 而且因為現在的載體的改變的關係 現在的這個發行的方法比以前多很多 而且他的門檻變得低很多了 所以你如果以能不能夠被發行 或是一定要主流發行才叫做 才叫做主流音樂的話 意義變得比較低了 對 而且現在蠻多主流發行的銷售量 其實比獨立發行還低 那所以在對你們來講 比如說像Street Voice這個平台好了 他有沒有限定說是 什麼樣的音樂 才能夠來Street Voice這個平台發表 基本上Street Voice上面什麼都有 因為他是個人上傳平台 所以我們每天的工作第一件事 就是打開新上傳歌曲那一頁 然後我就要大概 平均每天大概有50到80首 或更多或更少不一定 大概是這個量左右的新歌 我就基本上要全部聽過一遍 我們會有基本過濾 所以線上的歌手也會在你們那邊開台嗎 會 也有 也有 對 但比例上會少一點因為 劉德華 我非常歡迎劉德華來訪 趕快來 你的笑聲是這麼回事啊 我這幾年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感受 我是個重度的網路使用者 所以我的資訊來源其實是 照理來說 就不該是不通達的 可是 現在由於大眾媒體的示威 分眾媒體的興起 其實我看到的跟聽到的音樂的分享 永遠都是我的同文層裡面 會分享的 所以像 而你發現gap了嗎 對 我覺得很明顯 那個gap我覺得不是 世代跟世代的gap 是社群跟社群的gap 那我永遠聽不到現在所謂年輕人聽的那個東西 即使我就算我有去關注大眾媒體 我可能都聽不到了 因為他們不會出現在大眾媒體上 我有一個很感慨的就是說 我們以前都覺得網路這件事情 它是會促進社會的多元 多元發展 然後讓資訊更通達 更發散 然後每個人可以接收更多 更多多元的資訊 可是其實我發現好像不是這樣子了 我覺得它有兩個極端的發展了 第一個是 它本來承諾我們可以知道更多 我後來發現它其實沒有 它把我們導向一個更集中的方向 比方說臉書 如果你在某個同文層裡頭 你大家就永遠都困在那個 除非你刻意跳出去 不然你就會困在這個同文層裡頭 另外一個就像你剛剛講的 它更分散了 所以 幾個同文層彼此之間是不連通的 大家都不懂隔壁的人在想什麼 可是這樣很麻煩 就是變成是我如果要去理解 其他的同文層的音樂 喜歡的音樂形態 我要很刻意的 是你要非常刻意的跳出去 比如說我前陣子看到一個訪問 就是講到說現在到底哪些 對年輕人來說哪些音樂是紅的 我才第一次看到老王樂隊的四個字 你早來Streamboard你就會發現 我真的沒有聽過這四個字 老王樂隊在Streamboard上是天王級樂團 對啊 我可以我知道 我後來可以理解這件事情 但是在我的同文層裡面 沒有人分享過他們的歌 是是是 所以我真的不會知道這件事 我覺得現在算是一個過渡期 應該算是大家分眾真的分得很開了 而且彼此對話的機率跟可能性 或理解的可能性其實都蠻低的我覺得 那接下來會怎麼樣 我覺得都是大災問 現在應該大家都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 以前永遠是台灣的音樂在制霸整個花語地區 其實我有非常多的中國大陸的朋友 他們在講到音樂的時候 永遠都在細數台灣的這些 當年的豐功偉業 那可是這個狀況慢慢在改變 一方面中國大陸也開放了 然後這麼多的選秀節目 也創造了很多的音樂人或有能的歌手 你覺得這個市場的轉變會怎麼轉變 然後它會造成什麼影響 過往我們可能自居老大自居很久了 所以其實我們內耗的很嚴重 就是我們反覆在做相同的東西 如果我們真的要用市場對抗這件事來看的話 恭敬了你就發現 你是該進步了 過去30年你稱霸這麼久了 你也該進步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好事 其實很早的時候就有許多中國大陸的歌手 來台灣想要來 以及也真的來台灣發展過 但是在那個時代 就也許是十幾年級的那個時代 台灣的市場其實容不下 所謂的中國大陸口音 對 中國腔的這一種音樂方式 有一種天然的抗拒 但是現在似乎是慢慢在改變這件事情了 現在這個已經不是慢慢改 是非常劇烈的改變 特別是大概二十幾歲以下的小朋友 因為幾乎現在在電視上供養給他們的 都是中國節目 例如我搭了一個遊覽車 遊覽車上都有在播這種節目 不是在播諸葛亮哥的歌手 不是 已經不是了 我想連遊覽車都在播這個了 那因為我剛講就是我們電視撤手的太快 這些節目很快填補進來 所以二十幾歲的人 當他們熟悉的綜藝節目 全部都是大陸來的 大陸來的歌手 大陸來的節目 大陸來的影劇人員 所以他那個聲槍是非常習慣 耳目睦然的 對他來說沒有兩邊的分別了 非常感謝 這也我覺得要為替台灣的音樂圈 也謝謝小樹一直以來的付出 好了 那我們就祝福 也希望台灣能夠挺過 整體的媒體 這真的是 我覺得十年內會有很大的翻轉 是 沒錯 很大的改變 然後希望台灣的音樂創作 能夠挺過這個 然後結出更美的果實 是 那也謝謝小樹 對為這些土壤的交灌 哇 我現在都用了一些好老的詞 來做Ending 交灌 我的天啊 感謝得在 謝謝小樹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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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還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追蹤中華文化 總會的臉書粉絲專頁 我們每個星期四晚上七點都會更新喔 有任何建議 或是希望看到哪些來賓也可以留言 告訴我們 當然最重要的是